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不得师兄这个称呼 那好 我便叫你常武了 常武啊 给我讲讲这驱风城吧 这家伙 大爷故意示好也不接招 看来不是个简单角色 是 这驱风城说起来也算波澜不惊 驱风位属大汉帝国江南道 这里的矿区产出一种专门用来炼制神兵的特殊寒帖 长期以来 这份产业一直被本土势力大将盟秘密把持 大将盟是驱风附近七八个小城的帮派 联合组成的一个帮会 在大汉帝国的名门里虽然排名较低 但在朝廷力量的约束下又把持了水路 作为地头蛇 还是不容轻辱 直到数年前 威如道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和大将盟的一位龙头起了冲突 名正言顺地将对方打伤 在驱风开了一个分舵 此后 宗内长老便利用各自的人脉关系 打通了朝廷的枢纽 硬生生从大江盟嘴里把驱风城给咬了下来 拿到了一部分含铁矿的开采权 经过之前威如道的治理 而今我魔情宗的驱风分舵 已经稳如泰山 城中大小势力对我们都是巴结的态度 谢舵主你这番走马上任 估摸着能得到不少小势力的孝敬 这样吗 孝敬不孝敬的我倒是不在乎 只是现在威如道已死 换我上任 常无你确定我这分舵主能做安闻 大江盟再若收拾我一个不到先天的武者 应该也费不了多少功夫吧 谢舵主多虑了 他们惹不起摩清宗的 否则宗主也不会放心派你来坐镇驱风城 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大江盟 到时候常无你得帮我盯紧了 虽然宗主姐姐不会害我 但做人底牌越多越好 血衣楼倒是可以当我的助力 不过天三这老狐狸似乎在躲着我呀 直到出发都没联系上他 不然我也不会用这七常舞 但凭谢舵主安排 姬师兄 那今后的日子 可就有劳你替我跑差了 毕竟这家伙 别看一脸忠厚老实的 但形势滴水不漏 中间难辨 如果不是没收到来自他的负面情绪 我还真不敢把他留在身边 哎呀 还是试烟而好相处啊 那么单纯 只要别把他惹急了就行 多主 这二位是本地会心钱庄的赵庄主 以及长河帮的吴掌门 长河帮控制着驱风城内 绝大多数的客栈 酒楼 这流水亭阁 就是吴掌门的产业 久闻歇公子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依我看呐 以谢公子之才 恐怕大汉吴美四公子 不久就要变成吴美五公子了呀 过奖过奖 这是本地花坊的好保姆 以及赌方的方掌柜 哎呦 久闻谢公子龙张奉姿 天资自然 今日一见 真乃一带添娇啊 客气客气 这些家伙 对我的态度 语气说是八截 更多像是残忽一样 来 干 干杯 长河 你不是说 这些人会有孝敬吗 但我看他们 除了说些漂亮话 全都两手空空 这顿的钱 该不会要我摩清宗自己出吧 多主 这些家伙的态度 是有些微妙 不过我也是出来乍到 还不太摸得清状况 只知道威如到在位的时候 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的 看来这驱风城的局势 也没那么稳嘛 不过也好 太稳 就不好玩了 多主 宴会之后 我就去查一下他们 嗯 是要查查 对了 长河 刚刚他们说那个什么 五蒋四美 屁 五美四公子 是什么来头 多主居然不知道 这五美四公子 出自大汉帝国的各大门派 乃是当今大汉帝国 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修为境界 均为后天九重 可以说 这九人 必然会左右我 大汉江湖将来 几十年的命运 另外 多主宁的夫人 秦心慈秦师姐 也是其中之一的 魔玉美人 原来秦心慈的名气 这么大呀 魔玉美人吗 哦 也对 哎 那不是魔情中的 诗燕儿小姐吗 我为邪弟 每周六周日十点 更新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